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 说重点和别的博物馆不一样 里面的镇馆之宝和人气之宝只要你能进得来都能看到 从这一点就可以感受到大秦与大唐的大气 所以也就导致陕西历史博物馆真的一票难求 博物馆只会提前放出三天的票 并且每天只有四个时段可以抢票 然后瞬间就没票了 简直让人心碎 陕西历史博物馆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9年成立的陕西劝功陈列所 和1944年成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 如今你见到的博物馆是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建设的 博物馆官方列出一共有18件镇馆之宝 为了让抢不到票的大家不留遗憾 所以这次介绍的不只有镇馆18件 连同人气之宝14件一共32件全部给大家奉上 于鼎西州康王时期 1972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的一位村民 在村子不远处挖土石意外发现一只大桶顶 文物工作者火速赶到直接开展七次考古发掘 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 这件鱼顶便是发现于第五次发掘 鱼顶沿下和族上装饰至韬铁文 顶内一共有28字名文 意思便是母年8月初 王江也就是周康王的老婆 将原来赏赐给狮卢的土地收回 重新转赐给了鱼 鱼感动极了 便坐此顶用来纪念 周城王与周康王时期 创造了辉煌的陈康之志 史学家表示 陈康之际天下安宁 行错四十余年不用 康王时期的大顶 上面有着明确的时间人物记录 所以这必然是一件西式聚宝 五四卫顶 西州贡王时期 1975年 陕西城堡基市 岐山县董家村传出炸裂新闻 一位老农在自家土地里发现一个大窟窿 里面横七竖八塞满了青铜器 村长觉悟很高 立马封锁现场 教堂一共发现37件青铜器 其中30件带有明文 五四卫顶 锤富是青铜大顶 加上表面的一圈窃取纹 这是典型的西州中期样式 并且顶内有207字明文 文物工作者们激动坏了 开始没日没夜地解读这些明文 明文的具体意思 便是周康王五年正月 一个叫求卫的人 与他的邻居邦军利发生了土地纷争 求卫把这件事上告刑伯 金伯 白义富等王室执政大臣 大臣们展开调查 并令司徒司马司空重新测量土地 调节双方矛盾 最终 求卫以田五田换到了邦军利 靠近水源的田四田 周历中有记载 求卫是西州时期 主管皮球生产筑藏的官吏 和五四卫顶一起出土的卫和尚 告诉我们这位求卫 深得天子的宠爱 刚刚介绍的余顶 让我们知道土地都属于周天子 只有周王才有分封的权利 射封者不能私下买卖交换 但五四卫顶的发现 让我们看到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情况 五四卫顶的名文 同样有着准确的年号和官员记录 所以这又是一件西式聚宝 多有顶 西州立王时期 1980年 当时的西安市长安县窦门镇下泉村的村民 在翻土取杀时 一秋下去产到硬物 为了不耽搁进度 村民呼唤伙伴们一起将这个硬物挖出 从此又一件西式聚宝 展露人间 多有顶整体只有两道贤文 像这样的素面顶 名气最大的便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宫顶 多有顶的底部有厚0.2厘米的墨灰 这是长期主火锅留下的痕迹 西州时期 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 贤允向周王朝发起进攻 位置到了京城 周立王便派出大将军多有率兵出征 多有与贤允激战半个多月 连胜四次 最终大获全胜 杀死敌军356人 俘获战俘28人 缴获战车127辆 将贤允逐出西州境内 周立王竖起大拇指 赏赐给多有包括30军青铜等一堆财物 多有为了表达感谢 也为了纪念这场战争 便铸造了此顶 多有顶内刻有270字名文 记载的正是这场可以让他吹一辈子的战争 牛尊 西州中期 1967年 陕西省岐山县赫家村的庄家地半夜里冒金光 吓得年轻人都不敢上茅房 反倒是老人表示 呵呵 村子里这时又要出宝贝了 随后一挖 这间西州牛尊 展露人间 牛尊 属于酒器 通体装饰窃温 牛尊的顶盖上 站着一只迷你虎 牛肚子用来盛酒 牛嘴用来盗酒 像这样的牛尊目前出土极少 除了这间以外 河南殷墟和湖南衡阳出土过商代的牛尊 商代牛尊的特点是文士极其繁荣 这与西州牛尊简洁风格完全不同 直接反映了州人的审美变化 上周时期 天子在祭祀时 把牛羊猪三身放在顶内称为太牢 这是祭祀礼仪中最高的等级 三身之手便是牛 西身这两个字都是牛字旁 是不是直接就理解了牛的底脸和祭祀的重要性 所以这件牛尊必然是西州祭祀的重要礼器 日脊宫 西州中期 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福丰县齐家村的一个西州教藏 除了这件日脊宫 还有日脊方仪和日脊方尊 如此可爱的酒器 相信大家在各大博物馆都见过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这件 可以算得上是可爱之手 日脊宫由双脚模物的盖和长方形气身组成 全身布满各种猛虫的浮雕 整体繁而不乱 可以说是西州青龙器的典范之作 浮丰县在当年可是位于周都城的核心区域 古宫胆赋在这一带建立都役 最终周人在这里壮大 所以这一带也被称为周园 周园地区除了极性家族 还有不少异性家族 比如五四位鼎里提到的球卫 还有威士 梁琪 忠士 天士 等等 而这件日脊宫正是天士出品 日脊宫上有二十字名文 使用了日明语族徽 日明语族徽属于商人的文化传统 所以天使家族也被认为是商人的正统后裔 这一点在甲骨文普辞中便有记载 到了周朝 青铜器上玩族徽这种行为坚决不再使用 这也说明了当时周人对商人文化的抵制 诗城中西州末期 1974年 陕西城浮丰县强家村村民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个教藏 所以诗城中和日脊宫一样 都是来自当时的周园地区 关于中的概念 这边就不再介绍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回看新手村系列 诗城中上共有48字名文 配合同教藏出土器物上的名文可知 这些青铜系正是来自国际家族 诗城正是继国际 鬼宫 幽书 德书之后的第五代 西周初年 周王室开始大规模分封 被分封到陕西宝基一带的正式西国 始封者国书是周文王的弟弟 周武王的叔叔 大约在康王昭王时期 国际家族从国书一支分离出来 成为新的士族 其中最强的出土发现 便是出土于宝基的国际子白盘 而大宗国书日渐衰落 被迫从宝基迁徙到了河南三门峡 也就是咱们之前在河南博物院中介绍的镇馆之宝 七皇连诸祖玉佩和玉丙铁剑的发现地 过年前655年 我国被静国俗灭 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他和西周末期 1963年继续出土于周园故土浮丰县 他和附体就像一面骨 气概上有一只立体的凤鸟 一侧的流是张大嘴巴的龙形 另一侧的盼是S型的龙形 龙凤结合 所以这必然是一件西周皇室用品 盒盖内只有一个名文 他 盒最早为酒器 用于调和酒的浓淡 西周建立后 周人吸取商人嗜酒王国的教训 实行严厉的禁酒令 盒作为酒器 描集水汽行列 然后直接找来盘进行搭配 组成了最早的洗手组合 咱们在逛博物馆时常见到的是 宜盘组合 没错 宜盘组合是盒盘组合的小弟 直到西周末才出现 古人特别爱洗手 一大堆的典籍中都有记载 请客吃饭 对待长辈 对待父母 洪老师起床 结婚娶妻都要行卧冠之礼 与他和一起出土的 当然还有和的另一半 非常著名的他盘 他盘 是由四个受过月行的奴隶 用肩托着的 这同时也佐证了他和他盘的主人 一定是西周时期的一位大贵族 来自陕西最逆天的青铜器 绝对是现在位于国家博物馆的那间厉鬼 又名武王真商鬼 属于中国九大正国之宝之一 因为上面名文记录的 正是周武王征伐商周王的事迹 鸟盖护虎 战国 琴 1976年 陕西省榆林市隋德县文物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下班后 前往废品收购站闲逛 结果直接捡漏了这件鸟盖护虎 鸟盖护虎整体像一只护瓜 虎盖打造成呆萌小鸟 当狐身倾斜 狐嘴自然张开 美酒便倒出来了 狐腹部的盘毁纹非常细腻 这是一种有许多小蛇缠绕构成的几何图案 青铜壶最早出现于商代 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 是宴会祭祀的重要礼器 然后一直沿用至今 演变成了咱们现在使用的模样 户壶属于春秋晚期的一种新品 流行时间很短 到了战国早期基本销声匿迹 之所以把祭祀用壶造成天机的模样 因为古人信奉天命 他们研究天文夜观天象 现代星座里的人马座 有一颗星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天机星 也叫袍瓜星 祭祀用品加持新秀附体 所以这绝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改命buff神器 咱们之前介绍过的京都住有全无博固馆里 也藏有一件鸟盖户糊 杜虎符 战国 琴 1975年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北沈家桥村的老杨 在平整土地时 无意间发现了一件动物造型的金属片 赶紧去废品站卖钱 结果废品站表示太轻了 不要 老杨无奈只能带回家给儿子当玩具 时间久了 上面金字开始显现 1977年 当时的沈博物馆 希望大家能够主动上交捡到的文物 并且表示鉴定为真一定有赏 老杨揣着虎符来到沈博 结果专家们竟然告诉他是赝品 不过第二天一大早 一位古钱币专家早已在他家门口供后多时了 直接掏出50元要买 老杨开心坏了 连忙表示没问题 杜虎符 同志虎形 上面有40字错经名文 错经工艺就是先在表面刻出文字或图案 然后将金丝镶嵌进去 最后打磨光亮 这件错经虎符历经两千多年 金丝没有丝毫脱落 可见工匠水平逆天 其中杜子便是指的秦时秦国的杜显 如今在这附近 有个村子便叫杜成村 名文告诉我们 这便是调兵潜将的兵符 右半符在君王手中 左半符在杜弟的君长手中 君臣两夫相合才可以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 不过万一发生紧急情况 点燃风火 则不许君王相合也可调动 这件虎符正是君长手中的左半符 君王手中的右半符 估计很难在线人间 不然价值无可顾量 根据史记中的记载 这位君王正是秦桧文君 古代兵符大多用老虎造型 因为老虎形象威猛 可以驱邪出海 保佑平安 除了这件以外 陕西凤翔国阵出土的秦国金虎符 很有可能是来自秦国的王室之物 所以你要是没抢到沈伯的门票 可以前往士伯西安博物院 便可以看到他 非常著名的杨林虎符 收藏在国家博物馆 这是秦始皇颁发给杨林驻帝将军专用的 到了唐代 高祖李渊为了避讳老祖父李虎的名讳 便将虎符改为于符 除了符以外 杰也是发兵通关的重要凭证 咱们在安徽博物院便介绍过 非常漂亮的恶军起车杰与周杰 如今汉语力 符合 相符 降伏这些词汇 你现在是不是瞬间瞄懂了呢 这正是文化的传承 两兆高奴铜弹权 战国 秦 1964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高瑶村 高瑶村的附近 遍地秦代砖瓦 不远处正是阿房宫一址 秦池120斤为弹 铜弹权属于当时的凉器标准件 相当于现在天平上的砝码 这件铜弹权是陕西省出土秦权文物中 体积最大文字最多的一个 上面用大传小传 历书一共刻有119字名文 向我们介绍了秦昭王三年 这件弹权被当作标准器 从咸阳快递到高奴 也就是现在的延安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将这件弹权调回教阵 然后加和始皇26年 统一渡两横的诏书 以及高奴弹权三字后 重新发往高奴 秦二世元年时 又将这件弹权收回 追刻二世元年诏文 也就是说 从战国时期到秦帝国建立 秦一直保持统一的渡两横制度 在统一六国之后 秦收回天下所有的渡两横器物 然后将商鞅制定通行了 30年的渡两横标准 推向全国 命令地方官员严格制造 渡两横在使用的过程中 因磨损便会产生偏差 因此 每年地方官员都会进行渡两横的校准 秦朝最重要的一件质宝 陈仓石谷 中国九大正国之宝之一 石谷上记载了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前 不为人知的历史 并且上面的石刻文乃传书之组 目前深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皇后玉玺 西汉高祖时期 1968年 陕西城咸阳市寒家湾 14岁的小孔放学回家 当他快乐地走到刘邦和吕后沉睡之地 长林附近的狼家沟水渠边时 突然发现有一星闪光 小孔拨开土层 竟然发现一个刻着迷你动物的石头 下面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字 带回家后 曾经接触过文武工作的父亲拿过一看 第二天便送到了圣伯 文武专家惊呼一声 这可是汉奈的皇后之喜应啊 杨纸玉的玉玺整体小巧可爱 正方形 是典型稀罕的方寸玺 应面用传书刻着皇后之喜四个字 玉玺上的印钮是痴虎造型 痴虎是来自神话里的动物 代表王权 我国最早的十五印 发现于安阳殷墟 秦统一之后才规定皇帝的印 称为喜 凡人的才叫印 东汉魏弘便介绍了汉时期 皇后的用印也可称为喜 从印章的质地 纽式 文字 再加上摸金校尉 遗失玉玺的地点 这枚玉印的主人 极有可能便是女后 这是迄今发现唯一的 汉代皇后玉玺 刘金同残 西汉 1984年 陕西省石泉县 谭家湾一位姓谭的老农 在前池河摸鱼 清澈的河水 让他发现河底有一只黄虫子 于是顺手一抓捞了上来 一看竟然是金子 赶紧揣进口袋回家 谭老农来到当铺 结果老板告诉他 这是铜的 杜金不值前提 老农难过的回家了 没过几天怪事发生了 文文贩子接二连三的跑来 直接竟派到了8000元 村里的焦书先生得知后 激动的为老农 写了一篇广播稿 然后在村里四处播报 也就惊动了县领导 最终谭老农拒绝诱惑 上交审博 并获得100元的奖励 溜金同残 整体有九节 比例协调 从头到尾 细节满满 金光闪闪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 种丧养残 生产丝织品的国家 早在甲骨文中 便有记录 诗经中更记载了 详细的养残 作茧 丝织 缝衣的过程 汉时的陕西大地 养残制私产业 引领风骚 溜金同残的发现地石泉 当时这里的养残业 极其发达 长安城的上林院 更是有着 专供皇家丝绸的知识 里面聚齐了 大批丝织达人 丝绸也是西方人 最爱的奢侈品 希腊语的Ceres 正是来自丝的音译 这恐怕是 最早的汉化单词 罗马帝国的贵族们 疯狂的爱着丝绸 直接把丝绸炒到 每磅12两黄金的天价 四制品的衣服除了贵 半透明的视觉效果 可以直接让士兵丧失战斗力 所以迫使元老院制定法令 禁止穿着丝绸制品的衣服 中国自古农丧并称 早在5000年前 咱们就有祭祀残神的习俗 并且需要用三头牛 这些事迹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 也就导致残 也有入葬的传统 并且以金残为贵 唐人张首杰 在《史记正义》中有表示 山东邻子春秋霸主 秦桓公墓曾在西晋时被摸 里面发现有数十条金残 南梁人坊的树仪记中也记载了 吴王河里夫人的墓中 金残远千余霜 北宋离坊等编展的太平预览中则表示 秦始皇陵中 以明珠为日月 余高为纸竹 金银为福燕 金残三十香 这些文献中记载的金残 到底长什么样 这件出土的汉奈六金铜蚕 可以说是印证史实的重要证物 六金银同竹节 熏奴 西汉五帝时期 1981年 陕西省新平县的豆马村 村民老高干农活 竟然挖到一只大金马 老高头一台 赶紧向不远处的 茂林博物馆上报 专家们祖团火速赶来 因为茂林正是汉五帝的 沉睡之地 所以附近的无名种出货 必然有宝贝 果不其然 挖出文物236件 其中就有这件正馆之宝 六金银同竹节 竹节熏奴 整体呈高饼竹节斗形 熏奴的底座上 透雕着两条盘龙 竹节行饼从龙口出 共有五节 卢饼上端有三条盘龙 龙头的上方拖着熏奴 卢盖透雕多层山巒 用金银勾勒 这个造型便是海上线山 博山 博山炉的造型 正是汉世人们 可望长生的象征 熏奴其实就是现代的香炉 熏香这种习俗 战国时期就开始出现 圣贤于汉代 汉武帝打通西域后 咱们也用上了国外的香料 并且和欧洲人一样 疯狂的喜欢 熏奴卢盖口颜外侧 和底座圈族外侧 都有一圈35字名文 从其中卫秧 上卧可以看出 这件熏奴来自卫秧宫出品 无名种类 其他出土物品上的名文 又告诉我们 这件熏奴的主人 正是汉武帝的姐姐 信仰长公主 所以这件熏奴 很有可能是汉武帝 送给信仰长公主 与超级大将军 未卿的结婚贺礼 金怪兽 东汉 1957年 考古学家在陕西省 神木县 那林高兔村 打开了一座 2000年前的匈奴墓葬 神木市 位于厄尔多斯高原的南边 结合历史地理 墓葬风俗 文物特点 学者们普遍认为 墓葬的主人 一定是匈奴首领 战国时期 七雄中的秦燕赵 三国都与匈奴交界 所以三国都驻长城 用来防范匈奴入侵 而那林高兔村的位置 正巧位于秦长城之外 这间金怪兽 便是发现于这座墓中 金怪兽用 0.12厘米厚的纯金打造 之所以被称为怪兽 是因为它是由 鹿生 鹿角 鹰嘴 兽祖 歇为组成的缝合怪 并且 这间金怪兽 很可能是大家来找查的祖宗 因为上面足足有 十七只鸟形怪兽 不幸你可以亲自述书看 在山海经中 刻画有一种长得像雕 但顶着大脚的水中异兽 名为古雕 叫声如同鹰儿啼哭 并且吃 而古雕的模样 和这间金怪兽极像 山海经中的异兽形象 真实出现 所以这间金怪兽 必然是沈伯利的人气之王 独孤性多面求提应 南北朝西味 1981年 同样的剧情 陕西省巡阳县 一位同学放学回家 捡到一块 奇怪的多面刻字黑色石头 同学觉得这肯定是宝贝 便送到了巡阳县博物馆 也就是说 印这类宝贝 只有放学的时候才能捡到 这件西式宝印的主人 独孤信 原名独孤如愿 是鲜卑族的明门望族 西味时期的名将 八祝国之一 他的这件多面求提印 由乌黑光亮的煤金石打造而成 印成求提八棱二十六面 其中有十四个正方面刻有印文 印文的内容分为三大类 第一 公文用印 第二 上书用印 第三 书简用印 多面体印的设计大大提高了 这位身兼数值大佬的办事效率 独孤信不仅自身战功赫赫 选女婿的本事也独具慧眼 他有七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了北周明帝 成为周明晋后 七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 是历史上以季度著称的隋文献后 四女儿嫁给了唐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李炳 所以独孤信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赖者的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 绿琉璃瓶 隋代 1986年出土于西安市隋代建造的青蝉寺塔基地宫 圆形的琉璃瓶 小巧玲珑 绿色透明 造型呆萌 而它的用途是专门供养舍利的 3000年前 两河流域因为有着丰富的石英砂和天然碱 从而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玻璃器皿 罗马帝国 波斯帝国 都是生产玻璃的大户 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 玻璃产业达到了无与伦比的水平 这段时间所生产的被称为萨珊玻璃 精美的萨珊玻璃制品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了中国 在当时 中国人也称之为琉璃 这种萨珊玻璃制品不仅是皇家最爱 因为它经营透彻的特性 佛家也用来供养神圣的佛舍利 所以琉璃也就成为了佛教的七宝之一 克室图 唐代 1971年 接取于陕西省前县的张淮太子墓 画面中共有六人 前三位是唐朝洪卢寺的官员 均穿着初唐时期的服饰 三人气度沉稳 应该在商议的什么事情 后面三位 秃顶的是来自东罗马的世界 中间头戴小肩帽的是来自新罗国的世界 戴着尔乌子皮帽的那位 是东北的墨河族人 从他们三位期盼又敬畏的眼神中 应该是在等待着什么结果 张淮太子李贤 从小就是学霸 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 高宗李治和女皇武赵 一共生了四个儿子 分别是李红 李贤 李显 和李淡 公元675年 大哥李红突然挂了 被追封为孝敬皇帝 李贤则当了太子 五年后 25岁的李贤被人举报模反 武则天将他贬为树人 流放八州 公元684年 弟弟李贤继位 仅一个多月 龙椅还没雾热 便被武则天给废了 并送他离开 贬王千里之外 当了奴陵王 四弟李旦 成为了武则天的傀儡皇帝 左京巫卫大将军 秋神祭前往八州 逼迫李贤自杀 享年29岁 公元705年 武则天驾崩 在太子位上 忍辱负重了 七年的李贤再次继位 李贤的灵鹫 以亲王的身份 陪葬于潜陵 五年过后 李贤驾崩 四弟李旦 通过政变强皇位 成为唐瑞宗 李旦追封二哥李贤 为皇太子 嗜好张怀 便与太子妃房氏合葬 根据史书记载 李贤是四兄弟中 最聪明的一个 同时也是最悲推的一个 张怀太子 曾写下一首诗 是不是很有 当年曹植七部诗的感觉 不过他就没有 曹植那么幸运了 这首诗写完没多久 老母亲就给他刺死了 马囚徒 唐代 同样来自于张怀太子慕出品 马囚徒壁画 真实在线了 大唐帝国 马囚运动的激烈场面 其中着重描绘了 五位手持居仗的选手 驱马征求的瞬间 最前面的这位反胜击球 其一人纵马迎击 准备拼抢 后面数十纪人马 簇拥着 感觉这局太高端 自己根本插不上脚 唐代画师 用娴熟的技巧和构思 使得画面栩栩如生 把紧张自己的感觉 表达得淋漓尽致 又充满艺术感染力 马囚又称波罗球 源于波斯帝国 竟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后 唐皇是爱极了 沉迷其中 然后在长安城里 建设了大量的马囚场 司智通鉴也记得 在唐后期 甚至还出现了 灯光球场和草地球场 所以这项运动在唐朝 非常普及 几乎是全民马囚 并且球形被出 狩猎出形图 唐代 继续是张怀太子墓出品 整幅画面描绘了一场 绅士浩大的狩猎出形场面 画面布局疏密有致 元素众多 中间密集的人马队伍 通过马匹颜色 和人物服饰的变化 加上人物动作表情丰富 彼此呼应 形成了视觉上的动态感 狩猎在西周时期 处于礼仪的一种 到了唐朝 狩猎仍然保持着 理智 军训和娱乐坚固的目的 唐时就有不少皇帝热爱狩猎 新唐书便记载了高祖李源 参加过数十次的狩猎活动 李世民当皇帝后 几乎每年都要组织狩猎 如此宏大的狩猎出形图 给另一个次元的李贤 解锁了一项巨大的成就 雀楼仪仗图 唐代 1971年从陕西省前线的 义德太子墓内揭取 义德太子李崇润 原名李崇赵 因为碧会赵这个因 不得不改名 是李贤的嫡长子 前面介绍的张怀太子李贤 是他的二伯 武则天恩便是他的祖母 李崇润出生后满月时 唐高宗大赦天下 并改年号永存来隆重庆祝 公元684年 中宗李贤被武则天 废为奴隶王室 两岁的儿子李崇润 也被贬为庶人 公元698年 76岁的武则天 召回李贤 成为了皇太子 16岁的庶人儿子李崇润 又被封为少王 三年之后 李崇润因触犯祖母武则天 被直接处死 成为了李堂与武周权力之争的 习元705年 李贤重回宝座 大唐国号恢复 李贤除了赢回二哥李贤的灵鹫以外 将惨死的儿子李崇润 分为义德太子 并给他办了一场冥婚 然后号墓为林 义德太子林长达100米 仅墓道就有63米 雀楼一张图 画面有着巍峨的山峰 高大的雀楼 雀楼为一母二子的三出雀 这是皇帝享用的最高礼制 雀楼两侧 由步行卫队 骑马卫队和车队 一百多人组成浩浩荡荡的仪仗队 画面中的二十四杆劣迹 也是皇家的至高礼仪 这显然是李显归位后 作为皇帝兼父亲 最后的良苦佣心 帮助这个不幸的儿子 在另一个次元中 实现皇帝的梦想 宫女图 唐代 1960年从陕西省前县 永泰公主墓接取 这幅宫女图 是唐墓壁画中 反映女性形象 极其完美的一幅 宫女图会有九位宫女 她们错落有致的战成两排 有的穿着男装 这是当时胡锋汉运杂柔的时尚感 其中领队的宫女 双臂交叉于胸前 其他八位宫女紧随其后 手中分别持有圆盘 竹台 方和 团扇 高脚杯 如意 浮沉 包裹等等 这些物品与新唐书中 记载的基本相符 所以这些宫女 正是上寝局中的女官 整幅画面描绘的是 这群女官正要去服侍主人 就寝的场景 永泰公主 名为李先慧 是李显的第七个女儿 李先慧十七岁那年 因为和皇兄们一起八卦 祖母武则天 与男楚门的那点事 激怒老祖母 被逼自尽 李显归位后 将爱女从洛阳迁来 然后和驸马五颜姬和睦 陪葬于乾陵 并号墓为灵 规格与帝王陵相当 永泰公主也成为 中国历史上 唯一享有如此待遇的公主 西安一带 唐朝共有十九位皇帝 和数千位达官显贵 长眠于此 关中地区发现的 唐代墓葬近万座 目前发现有壁画的 超过一百座 能配得上壁画的 无疑都是 最为显赫的王公贵族 为了保护 这些壁画被揭取后 都收藏在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副一层 你需要花270块 穿上鞋套 才可以走进去一窥就近 为了让抢不到票的 大家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除了上述这些皇家陵墓出品以外 还有一些非常出名的壁画 也简单介绍给大家 比如1971年 接取于陕西省三元县 李寿墓的贝马代行图 图中表现的是 李寿准备出行的场景 由一马加七人组成 马右侧的是一位 手持江绳的老外马夫 是来自中亚的苏特人 李寿又名李神通 高祖李渊的堂弟 开国元勋 也是大名鼎鼎的窝囊费将领 打仗基本没赢过 不过他在墓指名中 直接将自己封为战神 1975年 接取于陕西省复平县 房林公主墓的 提湖持杯侍女图 房林公主墓残留的 所有27夫侍女形象 都使成单人站立姿势 她们的穿着 发型及手持器物 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房林公主是李渊的第六女 去世后陪葬于高祖的县令 2008年 接取西安市长安区 旁流村武惠妃墓的杂技图 这是一幅感激表演的壁画 感激是中国历史上 极为悠久的高空杂耍项目 风靡于唐朝 也传承至今 如今在大型杂技表演中 都经常能看到 武惠妃是武则天的侄孙女 也是唐玄宗最爱的两个女人之一 40岁时柔弱去世 唐玄宗追风争顺皇后 杂技图是开源盛世的历史场面 也是唐玄宗心疼爱妃的真实写照 1987年 接取于西安市长安县 围曲北渊盛堂墓的艳影图 因为被盗严重 没有发现墓志明 这是目前所发现 唯一表现贵族户外野炊的壁画 如此精美的野炊场景 可以看出墓主人 一定是位BBQ打人 2014年 接取于西安市长安区 大兆乡韩修墓的乐舞图 这幅壁画有两组乐队 有男有女 他们使用的乐器 也是有福有汉 中间两人跳的舞 学者们认为正是胡旋舞 在当时 一大批来自中亚的音乐家 舞蹈家来到大唐帝国 靠着表演胡歌 胡舞胡乐来挣钱 乐舞图的墓主人 便是宰相韩修 韩修是谁 他的儿子你肯定认识 正是五牛图的作者 大名鼎鼎的韩晃 韩修墓片区 这一代是众星云集 全是各位贵族名人 大佬的家族墓地 1952年 接取于陕西省西安市 东郊苏思旭墓的乐舞图 乐舞图里的表演 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流行的胡腾舞 这种舞蹈主要由男子进行表演 因为速度快 动作激烈 并且需要高度旋转 苏思旭 是大唐帝国的 一位真战胜级别的大将军 军功累累 残忍号战 封号国公 何家村在唐使 这里是长安城新化坊所在地 1970年 在此施工的工人们 突然发现了 埋在地下的两个大陶罐 以及一个银罐 考古学家瞬间赶到打开罐子 直接爆出无数真史诗级别的珍宝 如此惊世发现 考古界称为何家村仪宝 因为这批珍宝 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多文化元素 研究者根据珍宝中的开源19年 以及罐中爆出的中外钱壁等推测 这批珍宝的时代下限应在盛唐晚期 然而这些叫藏仪宝的主人是谁 是什么时候埋藏的 为什么埋藏 这一系列问题 目前都是未解之谜 鸳鸯连半文金碗 鸳鸯连半文金碗一共出土了两件 都为纯金打造 造型文是都一样 只是尺寸上略有差别 所以都为正管之宝 金碗的圈足装饰有一圈连珠纹 碗壁上垂液出两层养莲花瓣 每层石瓣 每瓣内都赞刻有装饰图案 碗内底部赞刻有一朵薔薇式团花 往外底圈足内赞刻一只回首展翅的鸳鸯 层层叠叠的装饰图案 是今晚极其的复理堂皇 两件今晚的内壁分别写有九两瓣和九两三 这是唐人在当时整理贵重经营器所留下的墨迹 这种唐人墨迹在何家村较藏的经营室中发现不少 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多半型装饰流行于古希腊、罗马及古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 由苏特商人将大量工艺精良的西方经营器和工艺传入中国 在梁州、长安、洛阳等地都有苏特人的聚集地 这两件今晚可以说是西方经营器工艺与大唐审美情趣完美结合的神作 六金五马贤卑文银湖 湖身扁圆 湖腹的两面各汉皆有一匹凸起的马 接口打磨工艺精细 完全看不出汉风 这匹马后腿驱坐 前腿站立 脖子上吸着飘带 口衔一只酒杯 这匹马正是非常著名的五马 开元17年 宰相袁祈奥张说尚书提议 将8月5日玄宗生日这天定为千秋节 给大家放假 唐玄宗愉快地答应了 然后布告天下 千秋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法定的皇帝神日 千秋节当天 大臣们纷纷向皇帝献礼祝福 千秋节的宴会中 最精彩的节目就是五马表演了 装扮华丽的五马们会踩着青梅月的节拍 翩翩骑着马舞 音乐结束时 五马高昂马首四足跪拜 将口中闲着的酒杯敬献给唐玄宗 唐人证出会在明皇杂录中 便有非常非常详细的描述 安始之乱爆发后 玄宗逃跑 宫廷五马散落民间 安禄山曾将不少五马列至泛阳 安禄山拜完后 五马被他的部将田成寺收编进马队 一天 军中乐起 五马一听来了劲 立马开始跳舞 田成寺吓坏了 以为妖魔附地 命令士兵将他们全部杀死了 从此之后 五马的事迹就显为人质了 五马现被画面时空禁止 被永恒定格在这件银湖身上 如此造型的银湖在地球上目前就这么一件 所以为真稀释珍宝 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这件香囊是用0.5毫米厚的银片 打造成上下两个半球形 通过精心巧妙的机械结构设计 使里面直径仅有2.8厘米的金香鱼 始终保持重心向下 埃及马鲁克王朝时期 出现一种伊斯兰香球 和天朝香球很像 随后传入欧洲 这种技术 现代力学称为长平架 大航海时代 欧洲航海罗盘开始出现 一种万象之家的长平架 不论船体如何摆动 罗盘始终保持水平 欧洲人称重装置叫做卡尔达诺旋体 这正是现代陀罗仪的基础 卡尔达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 一位超级学者 1551年 他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 通过自己的倩文 描述了长平架的大致原理 然而这种神奇的金属平衡薰香气 在汉代早已开始流行 流行在《西津杂记》中 记载西汉时期 一位猛将丁环 复原了失传的被褥香炉 就是这种碳为观止的东西 关键丁环只是根据文献记载复原 并非是原创 东晋时期 孔挺基杰原理 制造出了双重同心环混天仪 后来出唐时的李淳风又进行改革 制造出了三重同心环混天仪 原整在香球仪式中 对这东西进行了普及 这种技术 正是顺着丝绸之路 走出国门的天朝出品 中国古代妇女 一直都有佩戴香囊 消灾避祸的习俗 旧堂书中表示 玄宗刺死杨贵妃后重返京都 因为思念杨贵妃 挖开旧种 发现香囊仍在 于是带了回去 挂在店里 堵物四人 目前出土的这种 唐代长平架构造的香囊 均来自陕西 共有八件 日本的镇仓院 也收藏了一件 来自唐帝国的银香球 这可是日本圣武天王的遗物 香精兽手玛瑙碑 玛瑙碑选用红棕白 三色香杂的玛瑙制成 是迄今所见 唐代唯一的翘色玉雕作品 玛瑙碑前端刻画出牛手 牛手嘴部镶着金盖 牛手头顶向后扬起 呈现出弯曲状的螺状双脚 香精兽手玛瑙碑 这种造型起源于西方 3500年前 希腊的克里特岛 就已经出现这种器物了 他们称之为莱通 并且他们认为莱通脚碑是圣物 用它来喝水 可以防止中毒 如果一饮而尽 更是在向酒神致敬 后来莱通碑传入亚洲 流行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至外阿姆河地带 特别是波斯帝国的 萨山王朝时期 十分常见 莱通碑顺着丝绸之路 来到西域 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莱通碑 便是出土于新疆和田的 约特干遗址 目前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流行鹦鹦鹉纹提凉银罐 流行鹦鹦鹉纹提凉银罐 形态圆润 腹部中间的纹是以写实的鹦鹉为核心 两侧以抽象的鸳鸯为核心 四周环绕折枝花草 整体纹是流行处理 意义升回光彩夺目 鹦鹉因为寿命长 训养后还可以聊天 东汉的尼横曾在鹦鹉腹中表示 这是来自西域的林鸟 唐石 鹦鹉同样被认为是神鸟 并且是皇族们的爱宠第一名 因此周边的邻国疯狂的向唐王朝进攻 旧唐书中便记载了 南天国前史县五色鹦鹉 唐宫中最出名的鹦鹉 便是唐玄宗和杨贵队的那只白鹦鹉 雪衣娘了 郑出会的明皇杂录中 同样有着详细的记录 这些银罐的盖内 用墨书写有紫鹰五十两和白鹰十二两 紫鹰和白鹰均属矿物药材 并且属于道家制作五十散的主要原料 从唐太宗开始便喜欢食用丹药 因为长生不老是永恒的梦想 太宗之后 几乎每位唐王都有御用的炼丹道人 清代学者赵义的念二十杂技中统计 唐太二十二位皇帝中有十五位特爱服饰丹药 其中五位最终因丹药中毒而亡 唐太的这种风尚 达官显贵们纷纷效仿 白鹊一晚年曾回忆 韩玉 元枕 崔弦亮等好友都是丹药的爱好者 然后感慨万千的写下了撕旧这首诗 何家村教堂还出土有朱砂 中乳 黄粉 墨金等药物 在唐使这都是超贵的药材 三材载月骆驼蛹 唐代 一九五九年 西安市中宝村的一位农户盖新房挖地基石 突然冒出一个土窑洞 这件旷市珍宝三材载月骆驼蛹正式发现于里面 骆驼站立于长方形的踏板上 张扣长丝 驼背上架着平台 平台上铺着灵格纹图案的毛毯 毛毯上有八位音乐人 都是穿着汉族服饰的汉人 其中C位的女子居中站立 合着乐曲开始唱歌 伴奏者正是周围七名盘腿而坐的男乐手 他们手持不同的乐器摇头晃荡望琴演奏 其中笛子 声 响板 排销属于中原乐器 波斯人的曲向琵琶 新疆库车人的碧莉 树空猴则是从西域传来的乐器 在唐代琵琶达人非常多 白居易 刘雨昕 袁枕都曾在他们的诗篇中给咱们介绍过 日本奈良的镇仓院内 至今珍藏着唐代制作的乐器 三彩载月骆驼永 正是开源天宝年间的湖布新生 湖汉文化的交融 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华夏的音乐文化 唐三彩是唐代独特的一种低温诱陶 二次烧成工艺 三彩并非专指哪三种颜色 一般以黄绿蓝三彩最普遍 这件三彩载月骆驼永 色彩华丽 蓝 绿 鹤 白等多彩并诗 是唐三彩永中精品中的精品中的极品 彩绘幼桃载物骆驼永 唐代 1971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 李全县的郑仁太墓 郑仁太 李世明手底下的一把手 玄武门之变 李世明夺位 郑仁太作为先锋 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其中旧堂书中便有记载 郑仁太作为李世明的亲信 死后依然半起左右 因此他的陵墓规模巨大 这件彩绘幼桃载物骆驼永 正是出土于他的墓中 骆驼昂手挺胸 驼背上铺着椭圆形花毯 上面搭着木质安架 架上挂着一条装满东西的长圆形花袋 花袋上一侧挂着扁胡 马勺 野鸡兔子等 另一侧挂着刀鞘 剑囊等 一只猴子蹲在袋子上 十分的生动 山海经中便有关于骆驼的记录 敦煌玄泉至遗址出土的汉代剪图中 便有西域诸国向汉朝进攻骆驼的记录 唐石丝绸之路再次繁荣 沙漠之州骆驼便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这些挂着的显然是旅人的生活用品 防身器物和美食 而这只猴子 更是旅人在风沙中 长途跋涉的重要精神伙伴 彩绘戴帷帽女骑马俑 唐代 同样出品于证人泰木 但目出土了大量男女骑马俑 女骑马俑就有36件 其中23件是戴着帽帽的 这件女俑头戴黑色圆顶帽帽 上身穿着白色乳衫 袖口腰间有着红绿交织的花边 下身穿着长裙 脚穿着黑色肩靴 出唐时期 女子出门大多需要头戴蜜蜜 身着斗篷 只露出一点点面孔 到了高宗时期 蜜蜜就被围帽所取代 玄宗时期 各种外来的胡帽开始流行 朝廷甚至下诏 鼓励姑娘妇女们亮装露面 李白的诗中 就生动描绘了圣唐时期 女子充满个性 神采飞扬的姿态 除了帽子 唐代女子的服饰 也受到了胡服影响 甚至流行穿男装 因为这样骑马打球更方便 尽管违背了男女不可通一的古训 但是在唐代开放包容的氛围中 这必然是没问题的 大唐帝国也就成为 女性自强自信的超级时代 钦慈提良道观虎五代 1968年 陕西省兵县城关镇的一位老农 无意中挖到一个瓷壶 14年后 老农的大学教授亲戚 来家里串门 一眼就瞄到了这件瓷壶 于是把它带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请教专家 专家认定 这是耀州瑶亲戚 并且是国宝级别的绝品 老农就此将这件宝贝捐给了闪驳 这件亲戚提良道观虎 虎身刻有蝉枝牡丹 盖铭刻有带镜花瓣 提良是一只凤凰 虎嘴处是一只侧卧哺乳的母狮 一只幼狮安静的趴在妈妈身旁 有凤有狮有牡丹 因此这件道观虎也被称为三王湖 是绝对的御用供词 道观虎是一间酒器 通过铺面图 可以看到湖里面有两根导管 底部的梅花孔是注水口 狮子流作为出水口 从湖底注水 注满水后从流口一出 便可以将湖身翻转 这便是联通记地面等高的原理 如此国宝级别的御用道观虎 为何会流落民间 它的主人又是谁 为什么埋藏地下 这些谜题也许只有时间才能解答 黑幼游地碗宋代 1975年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城关镇 小李自家后院的一棵大树 被大风划断 意外在大树底下挖到一个黑乎乎的碗 送到废品收购站 没想到回收员竟然开价300元 小李一听 好家伙估计是谷物 决定不卖了 随后天天有人登门拜访 开价也飙到了1万元 小李被吓得不轻 赶忙把碗送到了县城的文管所 文武工作者两眼冒光 握着小李的手感动道 同志你捡到宝拉 最终小李获得了现金奖励和荣誉证书 此晚通底诗黑幼 幼层的表面散布着遥变产生的小圆点 圆点的形状大小不一 如同浮在水面的游滴 充满奇异的光泽 黑色幼晶莹透亮 游滴纹群星闪耀 一改一往黑幼的单调与平淡 充满诱人的魅力 这种游滴幼盛行于北宋 其中福建的剑瑶最有名 黑幼游滴碗存世极少 基本都是较小的气形 这件黑幼游滴碗气形之大 所以必然是一件镇馆之宝 陕西大地未被探索的史诗级大墓 有大家熟知的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浅林 以及大名鼎鼎的秦始皇林 还有华夏名都的始祖 轩元皇帝林 随着近几年的考古发现 各种出土在不停的刷新人们的认知 而这片土地上未被发现的皇家贵族大墓 更是数不胜数 可以想见 未来必然还会有非常多 且不可思议的正观之宝重现人间 刷新闪波的排名 就让时间来告诉我们后续的故事吧 请不及查订阅